那这节课的话 我们来进行线上生产环境的一个模拟操作 那首先呢 先去登录一下阿里云 找到我们那个服务器的地址 控制台 然后呢 登录一下 登录 然后找到 找到ECS 在ECS里面呢 找到我们的那个实例啊 找到实例 实例里面我们上一次选的是华东华北五 找到华北五 华北五这里面实例这边呢 我们有这个实例 把这个IP给他复制一下 一定要选择公用的IP地址 你千万不要选择私有的啊 选择公用的 首先登录之前 第一个呢 首先登录我们的控制台 获取需要连接的主机IP地址 把这个地址先拿到 先拿到 然后呢 后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个远程连接 后续可以呢 进行一个远程登录 远程登录终端 依旧是 自己想用哪一个用哪一个 这个没有关系啊 然后 open root 输入密码 登录成功 那后续操作呢 我们就在终端里面去执行 就可以了啊 这是终端的登录 在操作之前 如果说你不确定 你后面的操作 能够完全的正确 那我建议你呢 先去备奔一下 就是在这个快照这 先来创建一个快照 这个快照呢 是我昨天晚上 创建那个快照 主要是 防止我们这个东西啊 把这个系统完坏了 完坏了之后呢 你又不想去 找到底哪坏了 行 那我就直接 回滚到磁盘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把我这个服务器 回滚到 昨天晚上的 11点的11分钟 这是比较好操作的啊 这是关于这个快照 它也支持快照 和VM1有点像啊 只不过这个快照呢 是收钱的 5块钱 5块钱40个G 40个G的容量 但是 呃 创建一个快照 会用多大呢 3.1个G 一个快照 只会用3.1个G 然后后面的话 它是增量增量快照的 所以不会说 一个快照3.1 两个快照就6.2了 不会的啊 下个快照 也就4G不到 很小 那被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 做这个操作了啊 这边呢 先登录进来 登录进来之后 我们要安装的东西 刚才说LAMP架构 LAMP LAMP LAMP这个组合 哪些东西是需要我们装的 这个得先棉具一下 你哪些东西 你哪些东西需要我们装吗 不用啊 Apaq呢 MyScore呢 PAP呢 行 那其实重点这里 我们是不是只要看后面的单根就够了呀 AMP吧 对啊 行 对于我们需要装的软件 那在装的时候 先装哪一个 后装哪一个 这个呢 是可以去进行一个选择的啊 那么后续的话 以亚姆为例 以亚姆为例 怎么去装 那么装的时候呢 顺序可以选择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几个软件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都是相对独立的 都是相对独立的 特别这个MyScore 它独立性最高 这边的话 我们是选择先安装PHP与Apaq 先安装PHP与Apaq 但是这两个又是两个软件呢 到底是先装Apaq 还是先安装PHP呢 我建议大家先安装PHP 为什么先安装PHP 因为当你装PHP的同时 Apaq就会被作为PHP的依赖 顺带给你装了 对啊 也就是你装了PHP 你就不用装Apaq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命令 如果使用YAM装的话 那应该是 YAM 因此到PHP 是吧 行 那么直行一下 YAM 因此到PHP 先不用加-Y 加-Y你看不到了 不用加-Y 先不要加 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想给我们装这个PHP 看依赖里面 看到了吗 对啊 它就会给我们把Apaq顺带装上了 但是如果说你先装Apaq的话 那待会还得装PHP 这两个还是有关系的 你先装和后装是不一样的 那在前面的话 我还是建议大家先装PHP 先装PHP就可以了 不要先装Apaq 你先装PHP 那装的时候呢 Apaq会顺带给我们一起给装好 直接输入一个Y 按下回车 所以说五分钟啊 五分钟先多 装完了啊 装完了 在安装好PHP的同时啊 会一起顺带安装Apaq 安装Apaq 那么Apaq现在就已经安装好了啊 安装好了之后 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去启动Apaq啊 启动Apaq行 启动 由于是YAM装的 所以它自带那个面量 HTTPD start 注意看这里面的提示 starting HTTPD 说这个fail的tool 怎么着怎么着的 然后could not reability determine the service for quality domain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它没有办法去确定 主机的 service的 full quality的 domain name fqdn 它的意思就是 没有办法确定 我们主机的全限定域名 然后呢 现在它默认用了127.0.0.1 那我们Apaq有没有启动 其实看到OK 你已经启动了 但这个时候它报了一个警告 那这个警告的话 如果我们想要去解决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把它解决一下 如果不想解决 其实也没问题 因为你的Apaq已经启动了 但是呢 我建议各位呢 还是去把这个问题给它处理一下 建议处理一下 那这个问题怎么去处理 这个待会我们看一下 启动Apaq 改我们的Apaq Apaq配置文件 Apaq配置文件 它作为一个配置文件 more应该在哪 atc下是吧 atc下 行 那我们去找一下 那如果说你不确定 我们可以怎么着 find是吧 就来一个 启动Apaq的配置文件 叫 httpd.cmf 找一下就是了 然后后来验证一下 我们这个猜想 对不对 是不是在atc下 找了全盘 尤其只有一个 对不对 这个路了 对吧 行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编辑一下它 在atc下 在这儿 我们通过find的命令查找 找到之后 vrm 编辑它 编辑它 好 把这个命令拿回来 编辑它 看怎么编辑 打开它 打开它之后 这里面我们就不用去 挨个挨个找了 如果你找的话 这里得找好久 太多了 大把大把大把的注释 搜什么 搜 大写的S E-R V-E-R Solver Name 搜这个 在这里面 搜 SolverName 在文件中 搜索 SolverName 把这个杠去了 SolverName 注意大家要写 找一下 不是这个 注释肯定不是 就这 上面这个 这个 多少行呢 276行 276行 找到这行之后 我们需要把 注释去掉 把注释去掉 然后至于后面 这个什么 三达不点 一个三达不点 看这个呢 你改不改 无所谓了 你想改 你可以改一下 不改 没关系 不改 没关系 就把前面 这个注释去了 就行了 要不然他找不到 这个 SolverName 找他 然后呢 将 SolverName 前面的 这个警号 警号是注释 把警号 给他去掉 去除 然后呢 保存 退出 保存退出 然后后面的话 再重启一下 Apaq 他应该就不报错了 Apa Che 重启 那么保存一下 退出 重启 Restart 没警告了吧 一开始还有警告呢 现在的话 没有警告了 那么 如果不相信 重启 没警告 那么可以把它先停掉 然后呢 再启动 没了吧 没有了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地方产生的 主要是由于他的FQDN 那现在 相不相信之前说的 咱这个FQDN会影响什么呀 影响一些软件的 经常启动嘛 所以这是对的 这句话 不要真的认为说 只是说说而已 它真有这么个影响 如果你不设置FQDN 或者设置错了 你可能直接连Apaq 就启动不了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 先启动好了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测试了 现在呢 我们这个服务器呢 也没有保存域名 并且域名也没多 都没通过备案 所以直接我们拿这个IP来访问看看 可以了吧 可以啊 没问题 是不是 没有问题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OK的 那如果这个地方的话 你的防火墙默认是启动的 你需要注意干嘛 把防火墙关掉啊 那应该防火墙默认是没启动 应该是没启动 所以这地方的话 就不需要去关这个防火墙了 设置好之后 那么这个环境其实已经就可以了 这是这边 然后后面的话 接下来就是测试 访问 在地址栏中 来输入 输入我们的IP地址 直接访问 看看这个效果行不行 那我这块呢 输入这个IP地址之后呢 也发现成功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是可以的 这个效果 但是注意 现在这个地方 它只是走的一个默认报错页面 为什么说它的报错 刚才我们在看这地方的时候 200都是绿色的 结果你这地方来个 403 403是干嘛的呢 forbidden 后面看了单词了吗 forbidden forbidden叫禁止的 所谓禁止就是 这个目录下 没有找到 可以给你访问的页面 所以它报了一个禁止 那现在的话 我们刚才装好了一个php 那同样会得验证一下 php有没有成功执行呢 行 那么后面的话 是为了测试php的 测试php 是否可以运行 查看php是否可以运行 咱们查看 那么刚才的这块呢 我们看了一个 Apaq的配置文件 这是我们第一个 需要去知道的一个文件位置 叫etc lvd conf下面的 lvd的conf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还要运行php的话 那么得创建一个php文件 那么php文件放什么地方呢 得知道 默认的 Apaq Apaq 站点的一个 目录 在哪呢 在这个 var下面 3w下面的 爱泰满目录 这个目录呢 是Apaq创建好之后 默认给我们的 一个文件 传放目录 就是说 如果你项目 或者说 你有页面 你想让它运行 那么请你必须 把你的文件 放到这里面来 你如果不放这里面来 他不认识 那么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目录 ls vr vr 3w ifl 有吧 但是这里面是空的呀 就是空的 所以呢 我们Apaq才会报这个错 说找不着 给你访问的东西 那么现在行 我们给你们来个东西 vr 然后呢 写个名字吧 index.pap index表示首页的意思 首页的意思啊 打开它 然后里面我们写点基本的代码 最简单的 pap的标记 签过号 问号 pap 后面呢 输出个东西 就可以了 就两行 一个是标志符 一个是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内置的 咱们不用管它 pap语法很随意 不用闭合 你闭合也没问题 不闭合也可以 闭合的话 闭合一下就是了 不闭合没关系啊 它很随意的啊 但是分号你不能不加啊 分号不加就不对了啊 分号就得加 行 然后呢 我们创建一个 你别看他只有一行命令 他能输出很多东西 index.pap文件 来看看 输出的东西啊 来走 走 你看 扫吗 一点都不扫啊 他能输出我们当前服务器 所支持的一些东西 我们当前服务器安装的版本呢 是5.3.3 然后呢 当前的编译时间 这个软件什么时候编的 因为我们通过 RPM包安装的嘛 这个RPM包是已经编译好的 一个二进制文件 这个软件啊 是2017年编译的 那当时他编的时候 怎么编的呢 configure 注意这个命令吧 你看后面跟着这些东西 所以说你如果说 想通过圆码方式 安装一个pvp 安装一个和我们现在 这个运行环境一样的pvp 你得指定这么多东西 现在看看你还想圆码编吗 想啊 想你回头可以试一下 编pvp试试啊 你看着编完之后 你想不想编了 这里面指定了这么多一个选项啊 才实现了我们现在这个效果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效果 只要通过yam 两分钟就搞定了 你要编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啊 然后后面还告诉我们的吗 configure raising file 我们pvp配置文件在什么地方啊 在atc目录下 具体的文件位置呢 atc下呢pvp.ini 这是pvp的配置文件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 我们这里面都能看到啊 哎 然后当前的这个serval的main twitter 管理员管理的地址 域名 然后阿发奇的这个用 阿发奇用什么身份去运行的 serval的这个root 阿发奇加载的模块 那这个呢 这些东西呢 是阿发奇加载的时候 需要用的模块 到时候呢 如果说你想编译阿发奇 这些也得带着啊 也挺麻烦的 阿发奇的环境信息 哎 然后再往后 bz2 bz2就是我们pvp的一个扩展程序 然后呢 后面这些也是 cure也是扩展程序 ctype啊 curl也是扩展程序 data 时间也是扩展程序 exrf也是扩展 fainfo filter ftp 都是pvp的扩展 如果这些扩展都想装上的话 啊 上面这个编译 还挺费事的一个东西啊 open ssl pcre 啊 东西挺多的 那么看到这个效果的话 那其实说明 它已经能够正常的去解释 pvp语言了 啊 如果说你看不到这个界面 或者你看到其他种形式 或者说 你一刷新这个页面 结果pvp文件直接给你下载下来了 啊 那个说明你的阿发奇装的有问题 啊 像这个呢是我们要看到的啊 这个效果目标吧 哪 网页进不去啊 防火墙 你注意把防火墙关了啊 那这地方我注意一下啊 关闭防火墙 就是把我们的线上的这个阿里云的 三达我压斯的防火墙给它关掉啊 先给它关掉 关了之后就可以了呀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第一个步骤就可以了啊 就是安装pnb了 阿发奇就已经好了 那么剩下的我们还缺个什么呢 还缺一个my circle 就是用来存放数据的 而my circle 昨天我们用样子装的 是不是很快啊 对吧 分分钟的试试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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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